弟兄姐妹,大家早上好。 这几个月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都感到非常迷惑。 好像这段时间已经夺走了我们弟兄姐妹许多的东西, 包括我们参与传福音事工的能力。 在这个社会动荡的时刻,怎么样才能让我们重新站稳脚步呢? 我们认为最好的防守策略就是采取进攻。 换句话说,就像我们感到主不断地用马太福音提醒我们。 第五章十五节,他说, 你们是世上的光,尘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 人点灯,不放在斗底下,是放在灯台上。 就照亮一家的人。 在这些不确定的时间里,我们不该把灯盖起来。 应该把灯放在架子上,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房间照亮起来。 今年夏天,我们想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,是从我们的社区开始。 我们的方法叫做《Bless the City》。 因此,在这个暑假期间,每个星期,我们想要邀请我们的小组一起参加一些活动, 用这些活动将神的祝福带给我们的邻居。 也向他们表达出基督的爱。 在头几周,如果可能的话,我们希望你们可以找到一些能够鼓励你邻居的经文, 那用粉笔写在你们的家的driveway上,就像这样。 That's my house. 像你的邻居表明,住在这里的是一个平安的人家。 那当然,请尽量地发挥你的创意。 一旦完成,请拍照,然后送到这个email address, Bless the City at whcchome.org 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的Instagram上。 然后,我们可以进行一项名义测验,看看谁家的粉笔艺术最有创意。 有更多详细的信息,请看我们的网站。 希望我们每一位可以在今年的夏天为我们的城市带来神的祝福。 谢谢。